大家好,我是橘子 今天用南瓜做一个新吃法 一口两个,超过瘾 首先准备一块南瓜 去皮之后切成薄片 再把它放在盘子中 然后开水上锅 大火蒸熟 蒸到用筷子能够搓烂就可以 然后把它取出来 用擀面杖或者铲子 把它压成南瓜泥 然后加入适量的糯米粉 糯米粉要分次少量的加入到里面 一边倒的同时一边用筷子搅拌 把两者之间 搅拌成当面絮 然后再下手揉成面团 面团的软硬度适中就可以 然后我们揪下一小坨面 把它搓成小圆球 盘子上撒上一些糯米粉防粘 然后把小球均匀的摆在上面 盖上保鲜膜 放在冰箱冷藏保存 随吃随取 想吃的时候 拿出其中的一部分 放进开水锅中大火煮熟 煮着的时间大概需要2-3分钟左右 煮到全部浮起 然后把它放在凉水中冰一下 这样可以使口感更加抠痰 接下来另起锅 加入50克红糖 10克凉水 用铲子翻拌翻拌 开大火把红糖熬至融化 直到把红糖熬成像这种大泡泡的时候 我们把冰好的丸子 沥干水分放在里面 然后转中火继续的翻拌 直到把红糖熬成像这种粘稠的状态 都均匀的裹在丸子的上面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里强调一点 丸子放进锅中 要转中火不停的翻拌 防止糖浆熬糊 影响了口感 装入盘中之后 我们在上面撒上一些熟芝麻 口感会更香更好吃 用南瓜和糯米粉放一起 这样做出来的美食 口感上非常的抠痰 微甜中又加上芝麻的香味 真的每一口都非常的过瘾 每次这样做 连我家挑食的女儿 一个人都能够吃一大盘 真的非常的受欢迎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一看就会 是一道零失败的懒人食谱 我是橘子姐 每天分享懒人半食谱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